5月11日,2019凤凰网美丽同行,天使宝贝慈善晚宴在上海隆重举行。 活动当天,黄毅、温碧霞、宝建峰等明星集中对爱情人士温暖汇聚, 为救助更多意外伤害困境儿童奉献爱心, 共同呼吁全球华人关注儿童的意外伤害领域的预防和救助。 壮事人黄毅这次带着女儿一起出席晚宴,黄毅身着一套白色长裙, 树腰设计,展现着黄毅的好身材,女儿黄千玲则穿着一套灰色薄纱公主裙, 扎着可爱丸子头,举手头组像是一个小搭人。 采访黄毅也和大家分享了女儿生活中,让她感动的一件事, 并称女儿是人生最大的满足。 她其实有很多让我很感动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我好像是生病了, 然后就是脸上就是肩上都贴着那个膏药, 然后我就就在那个等飞机的时候就在那儿躺着, 就是在那儿睡, 然后她就她就把我的头就掰到了她的那个小腿上, 然后她就她就会拿衣服来帮我盖上, 然后还会清理我的法丝, 然后在我额头上给我一个深深的吻。 然后这段视频就是让我就是, 然后我这段视频我自己又配上了音乐, 然后每一次看都自己把自己感动坏了。 然后她真的就是一个特别暖心的孩子, 有时候她在家里她都会说, 妈妈我回来了,你在房间吗? 她说,我挺想你的,我去看看你啊, 但是你要是累的话,我就不打扰你了。 就是我说你来啊,你来啊, 就是我不知道她怎么样可以就是有一个这么暖心的女孩, 真的,真的是现在人生最大的一个满足。 作为孩子的妈妈,黄以坦言, 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就像朋友一样, 这次把女儿带来一起感受爱的力量。 我觉得我自己跟我女儿应该算是朋友吧, 就是我没有想要做一个非常严厉的妈妈, 我觉得更多的我是可以让她更有兴趣的, 发自内心的来参与, 比如说这一次慈善晚宴我就会带她来, 然后可以跟那些烧烫商的小朋友一起走秀, 然后也告诉她妈妈那么多年就是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了那么多的孩子。 然后她会, 第一个首先她会注意自己的安全远离危险, 第二个她跟我说, 她说妈妈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爱, 然后能会分享的孩子才是好孩子。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也不是我教她的, 有可能就是她看到我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她就能够感受到的, 这个就是我很欣慰的事情。 谈及工作计划, 黄一透露月底就要开工拍新电影, 而死前拍摄的蝶仙一定到六月, 作为黄一圈内好友, 不老女神温陛下也前来为爱心助力, 身着抹胸鹿被杀菌展示极佳状态, 锁定全场焦点。 正忙着拍《多罗花》的她直言, 眼卧底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最近在拍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多罗花》, 然后这个剧本我想是应该在我这一几年里面, 我就喜欢的一个剧本, 对对对, 最近都在拍整个戏, 这一次挑战非常大, 对所以最主要这一次我是演一个魔笔, 然后她的性格上也有很多的, 跟我以前演的很不一样, 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很快看到。 美丽同行是凤凰网大型品牌公益活动 旨在和全球华人一起 关注中国困境儿童的生存 健康 教育及未来发展 同时唤起社会各界更多的爱心 强化公益理念